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隋州境内分属隋 利 唐等三国 据左传所在 汉东这国隋为大 当初 周王室在汉水流域封建诸多姬姓国 以平位周王室的南疆 史称汉水珠姬 可后来随着楚人在南方崛起 汉水珠姬建为楚国所灭殆尽 隋国在早期曾是楚国北向发展的强劲对手 实在楚王三次罚隋都未过成功 而且还并死无军中 于是 楚人转而从隋国周边的 小国先下手 以完成对隋国的包抄 随着楚国势力的越来越强劲 隋国也就被迫沦为楚人的附庸 在春秋末期的吴国入楚破隐的战争中 隋国抵住了吴国的强大压力 不得为诺难的楚昭王军臣提供异护 还与秦军一起助楚昭王还兜 楚昭王为感谢隋国人的恩德 将原先楚人所亲隋国疆土都归还乌隋 可是 到了战国时期 隋着楚人 被隋人曾经施予恩惠的渐渐淡忘 隋国最终还是为楚国所秘 1978年 在隋州境内 出土了令世人震惊的曾侯以编中 曾侯以编中即是楚慧王楚昭王之子 为感谢隋国曾经对其父亲的义故而赠送吴隋国的 经几十年的考古挖掘证实 曾侯与隋国为一国两名 且隋国的始封军 为赫赫有名的周王氏的开国大将南宫史阔 隋王朝的来历也缘污隋 阳间的父亲阳中 曾被封为隋国公 故阳间建立的朝代为隋 而又以 继恶隋子带走行 于是 便隋为隋 而隋姓也变为了隋姓 隋州的著名景点有 炎帝神农故里 大红山丰景名盛区 曾侯以墓 千年银杏谷 隋诸博物馆 徐家和旅游度假区 三潭风景区 中华山国家森林公园等等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